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过程可分为微循环缺血期 微循环淤血期和微循环凝血期等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微循环缺血期 也称为休克早期 微循环改变以少惯或无惯为特征 导致休克的多种病因均可引起交感肾上腺水质系统兴奋 而查分胺分泌比正常情况高出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 使没烧小血管 包括小动脉 微动脉 厚微动脉 毛细血管前扩约肌 微静脉和小静脉等持续静暖 其中主要是毛细血管前阻力显著增加 导致微循环内血流量减少 造成微循环缺血 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微循环的前后门均关闭 但前门关闭更为明显 临床表现为动物轻度不安 四肢湿冷 粘膜苍白 尿量减少 心跳快而有力 血压基本正常 微循环缺血期具有一定的代偿意义 包括可使血液重新分布 不同器官的血管对耳察分安的反应不同 皮肤 内脏 骨骼肌 肾脏血管等α受体密度高 对耳察分安敏感性高 收缩明显 而脑动脉 心冠状动脉改变不明显 达到保证心 脑等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的目的 其次 可使组织液反流入血 此期毛细血管前阻力大于后阻力 引起毛细血管内血压降低 使组织液回流入血 起到自体输液的作用 另外 血压并无明显降低现象 这是因为胶感肾上线水质系统兴奋 导致小动脉收缩 使外周血液循环阻力增大 小静脉收缩 动静脉短路开放 增大回心血量 上述原因都可使动脉血压不降 甚至有轻微升高 对维持新脑的血液供应很重要 如在微循环缺血期时 救治及时 可转微为安 否则将转入下一期 微循环淤血期 微循环改变以冠大于流为特征 这一时期是在微循环缺血的基础上 发展为微循环淤血 引起局部酸中毒 小动脉 微动脉 后微动脉 毛细血管前阔约基等 在酸性环境中 对耳茶分安的敏感性降低 故开始松弛和扩张 血液流入微循环内 而微静脉 小静脉等 在酸性环境中 人保持对耳茶分安的敏感性 人呈收缩态 这可能与微静脉 小静脉正常时 就在这一微酸性环境中工作有关 同时 血液流变血也发生改变 造成微静脉端血流变慢 红细胞聚集 白细胞滚动 贴壁 粘附 引起毛细血管 后阻力大于全阻力 发生微循环淤血 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微循环前门开放了 但后门仍处于关闭状态 导致血液在微循环中滞留 临床表现为病处淡漠 昏迷 粘膜发肝 少尿或无尿 血压明显下降 脉搏弱而快 此期已失去代偿作用 如果导致休克的病因持续存在 则会在微循环淤血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为微循环凝血 使休克恶化的表现 微循环改变以大量微血栓形成为特征 其发生的激励为缺氧 酸中毒 使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受损 启动内原性凝血系统 伴有组织细胞破坏时释放组织因子 启动外原性凝血系统 淤血 血流缓慢 容易使血小板粘附 红细胞聚集而发生DIC 即泥散性血管内凝血 临床表现为心脑血液供应发生障碍 机能严重紊乱 倒地昏迷 血压下降 出血 贫血 此期已进入休克的不可逆阶段 休克可导致细胞代谢障碍甚至损伤 并可使心 肾 肺 脑等多器官发生功能障碍 是一种严重的全身性病理过程 因此 当动物出现休克时 应及时治疗原发病 同时止血 止痛 控制感染 并纠正酸中毒 扩充血容量 合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 尽快恢复肌体微循环 以免休克进一步恶化 甚至导致动物死亡 最后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次的学习内容 重点掌握休克的三个时期的特点 及发生的机理 微循环缺血期的代偿意义等 同学们 这次的学习到这里就结束了 课后请认真复习 思考一下休克与昏迷有什么区别 再见